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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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路講 現在呢 我對著相機 文當跟麻糬在後面 他們兩個來享受他們的親子時光 那其實今天呢 是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天 就是我媽媽還有我妹妹 他們要從台灣飛到日本 來看麻糬 超級開心的 因為我媽媽其實已經是 睽違三十幾年的出國了 連我來日本這麼久 我媽媽都沒有來過日本喔 可見孫子的力量多強大 我妹妹也是挑戰帶媽媽來日本 所以我妹妹也是很緊張 其實我真的很高興也很期待 因為我其實去年我妹妹來日本 然後我們姊妹才有一起旅遊的感覺 結果沒想到今年就是多虧麻糬的到來 就讓我媽媽也可以一起來 其實我媽媽之前也不是故意不來 只是因為她的身體真的沒有那麼好 那現在真的就是因為小孩子出生 我其實在生起來之前沒有想到 小孩子是一個 這麼這麼這麼脆弱的生物 所以我本來還跟我媽說 我帶小孩回去看你們 結果生出來之後發現 真的是沒辦法 應該要等到她滿大之後才有辦法回台灣 然後我媽媽就姑氣勇氣來看寶寶了 我感覺我媽媽看到麻糬應該都要融化了 因為我們平常都是用視訊 就是讓我媽媽看麻糬 然後我媽媽光是看視訊 她就整個已經美都沒有到不行了 實際看到之後應該會覺得 就會更可愛 我有預約計程車去機場接她們 她們應該再一下下就會到了 那現在我跟文當想說 先來幫麻糬洗個澡 如果到了時間太晚 麻糬要睡的話 我媽媽她們可能就看不到 就是看運氣囉 現在有在團購 我的團購都出發在instagram比較多 但是因為我覺得她真的太好穿了 所以想說一定要跟youtube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內褲我穿到的時候真的非常非常的驚艷 我是從8月的時候收到廠商的信 然後從9月開始試穿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滿意 所以才有了這一次的團購 那跟大家說因為我的皮膚本身非常非常非常的敏感 我是敏感到只要一穿到蕾絲 或者是比較刺激的材質 我的皮膚就會馬上脫皮有紅斑 因為我來挑衣服還有一些貼身衣物的時候呢 非常非常的重視材質 我也穿過非常多款的內褲 Softison這個牌子真的是我穿的驚艷到不行 他們的材質呢就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舒服 那這一次我總共開團了六款 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需求要穿哪一個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0.3mm無痕的 還有賓絲心肌 還有3D無痕 和極致裸感這四款 它的材質真的太好了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薄 我都是拆新的給大家看 那看它的材質呢是非常透的 然後穿上去呢我覺得有一點點冰冰涼涼的感覺 還蠻舒服的 然後看它非常的薄 雖然這樣講法可能有點奇怪 可是真的是你穿上它之後 你就像是沒穿一樣那種感覺 非常的舒服自在 而且它不會卡屁縫 我覺得不會卡屁縫超厲害的 因為我的身體體質比較敏感的關係嘛 所以我都會挑這種材質的無痕內褲買 那我之前有買過它牌 我就不想是哪個品牌了 就卡屁縫的問題非常非常的嚴重 走一走內褲就很容易會跑位 但是在外面又不方便把它拉出來 但是Supdys呢它們內褲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當然我也不能說全部人都不會卡屁縫 但是我自己還有我身邊的朋友 大家都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大家看它的內褲彈性是非常夠的 所以我現在呢就是只穿它們家的內褲 然後我就很好奇它們 我到底為什麼不會卡屁縫 我發現呢大家看 如果把內褲平放的話 就可以靠內褲的背面 它有一個3D設計 可以讓內褲貼合完整的包覆你的臀部 又不會一直往屁股裡面卡進去 因為它們的材質穿上去 一開始是有點涼涼的感覺 我覺得很適合濕熱的台灣 悶熱夏天也不會不舒服 如果貼身衣物的材質呢 比較偏悶熱的話 很容易就會流汗 那也很容易感染 這個穿起來就非常的舒服 而且我覺得它還蠻厲害 是它的材質雖然很薄 但是我已經洗過很多次了 它都不會變得暖暖的 那它們的標籤是直接印在內褲的後面 就不用怕標籤只會把肌膚刺得癢癢的 那它們私密處這裡用的呢 也是不同的材質 就也很方便大家可以貼護墊 或者是貼衛生棉之類的 那團購網址我都放在資訊欄 更詳細的商品介紹 大家也可以在團購網址看 我自己覺得超級推薦 我一次就囤了二三十件 因為內褲這種東西 它真的是要定期更換 我穿了之後真的太驚艷了 所以就一次囤了很多 也讓我自己可以方便更換 有興趣大家一定要趁團購 比較便宜的時候買 看麻糬 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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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洗手 先洗手 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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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唷 我不要這樣唷 髮型的髮型 喜歡照啦 有沒有髮型啊 髮型 你看他一直看我的衣服 顏色是比較亮的 欸!他喜歡阿嬤 阿嬤阿嬤 我是可愛的可愛的小媽 為了這一天 緊張的一個月 我媽媽沒一個月緊張了 捏 express 阿嬤每天看好幾遍 看的影片耶 哇 好可愛呀 小小的 她本人很可愛喔 嗯 好小喔 照片看起來比較 喔 好大一碗喔 好 大家 那我媽媽這一次 幫我帶了很多麻糬的東西 那我來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媽媽到底帶了什麼 有一些是我自己在台灣買 然後寄到我們家 請我媽媽幫我帶過來 那其他的就是 我媽媽要送給你們麻糬的東西 因為真的太多了 那就一樣一樣開箱給大家看 我媽媽跟妹妹的行李箱呢 都塞滿這些東西了 那首先呢是第一樣 本恩強額好朋友 就是這一台呢是我看到網路上有非常非常多人推薦 它就是這一隻企鵝呢 它可以發出各式各樣可以安撫寶寶的白噪音 而且它可以連接藍牙 這個是我以前我媽幫我買幫我帶過來 因為日本沒有賣這個 然後是第二樣 本恩搖鈴 我媽媽其實買了蠻多玩具給麻吉的 因為我就跟我媽媽說 你可以買一些甘筒玩具給麻吉 然後我媽媽就買了這個小搖鈴 然後這個等恩音樂演奏會 就這個也是暗了會有聲音的 可是現在麻吉還比較小 應該沒辦法玩這個 可能放到等麻吉大一點之外給它玩 然後是等恩背筋 因為我媽媽說她每次看我的動態 就是都抱麻吉抱得很辛苦 因為其實我是有一些外出背筋 就比較沒有這種家用 所以媽媽就買給我 然後是等恩布書 而且這個是黑白色的布書 蠻多東西可以給麻吉戳的 就很不錯耶 因為麻吉現在呢 她的月齡甚至看得到黑白色 就可以跟她玩 那唯一有顏色的就是紅色 小朋友好像從黑白色進展到之後 比較看得到很鮮豔的顏色 像是紅色啊 黃色之類的 麻吉可以自己這樣摸 我用的沙漠就塗了 然後下一個呢 等恩 寶寶視覺書 哇我超想要這個的 有黑白跟彩色的 因為日本好像沒有像台灣一樣 就有在推這些東西 所以像文當她也完全不知道 就是小朋友他們都喜歡看一些 黑白卡或是黑白書 登登 這個也是桿桶玩具 大象 這下面可以當固齒器用 麻吉說話很想玩 就講話了 下一個 登登 有有有的啦 有 那是洗澡玩具 喔發條細嘴玩具 因為麻吉現在我們還是用澡盆洗澡 等到她再大一點之後呢 可以跟大人一起洗 我們就可以讓她自己玩這個玩具 我媽媽一次買了三個 給麻吉洗澡的時候玩 下一代呢 嬰幼兒專用 然後專門清小朋友舌頭的 好可愛喔 隔一隔開看看 我覺得麻吉的頭好像快要抬起來了 姆姆呀 気持久了嗎 阿嬤送我好多禮物喔 謝謝阿嬤耶 好那我繼續開箱 然後下一個呢是 芝母石的吸鼻器 就這個也是我上網常看到 台灣很多人很推薦 所以我就跟我媽媽說幫我買這個 然後是我自己下單的一些小獅王的東西 我也是寄送到台灣人家 請我媽媽幫我帶過來 因為我們家現在用的都是小獅王的奶瓶 奶嘴 還有調乳器跟消毒鍋 我覺得超好用 因為日本真的很難找到像是消毒鍋這類的東西 日本很多都是用藥劑消毒 那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高溫煮費 我覺得比較安心 因為現在麻吉吸的是新生的奶嘴 所以我自己另外買這個三個月大跟六個月大的 這請我媽媽幫我帶過來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保溫瓶 我覺得小獅王他們的顏色真的做得很時尚 很有特色 然後我另外買了兩個奶瓶清潔噴霧 就這個也是呢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那其實也有賣大瓶自己壓實 但是因為我跟文章覺得用噴的比較方便 所以我自己又另外買了兩瓶 這個超好用的 而且它的size也還蠻剛好 很適合大家帶出門 如果要去旅遊的話呢 帶這個都還蠻方便的 那因為我小獅王的商品買了蠻多的 他們就有一些滿兒症 所以呢有送這個小嬰兒用的 蓮花棒 還有這個別症 然後我媽媽幫我買了胃藥 其實如果麻吉生病的話呢 胃藥會很方便 這些呢就是全部麻麻帶來的東西 這真的太感謝我媽了 然後希望麻吉商店 好好感受阿嬤的愛 剛才幫我們麻吉洗完澡 你怎麼看起來這麼驚恐啊 因為明天要玩阿嬤給的玩具了 所以現在好興奮對不對啊 然後麻吉終於見到阿嬤了 那也希望這一台強二好朋友有用 讓麻吉晚上不要再害怕哭哭了 我妹妹送我禮物要給麻吉 迪士尼的秘笈 謝謝 我還特地挑有外包裝的 因為迪士尼的都有很多的墨外部曲 謝謝妹妹 好愛咬 這邊麻吉 一個一個阿公一個阿嬤 呵呵呵呵 媽媽からもらいましたよ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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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今天是我媽媽第一次為麻吉喝奶 哇好棒喔 這是誰啊 嗯? 跟大家說我們麻吉真的是有夠難貴的 麻吉喝奶奶的時候 這樣子抓著我媽媽的手指 好可愛喔 那我媽媽平常都在家裡煮飯的關係呢 所以我媽媽就說 她可以煮一些家常料理給文當吃 就是她平常在我們家自己會做的料理 媽媽妳說妳今天要做什麼 蝦仁炒蛋 洋蔥炒牛肉 然後冬瓜蛤蜊湯 其實本來我們公瓜蛤蜊湯呢 還要加文當最愛的貢丸 但是我們家貢丸沒了 所以想說這一次呢 就不要做我家貢丸的 那因為我妹妹今天出去觀光嘛 我們就逼我妹妹說 叫她今天我要買貢丸回來 但是應該已經來不及做今天晚餐了 所以我妹妹買回來的貢丸呢 就是要放到 隔天我媽媽要做 番茄醬蛋炒飯給我吃 我跟大家說 我媽媽做的飯應該蛋炒飯超好吃 而且一定要加貢丸 從小吃到大 對妳超愛吃的 對 什麼都比不上媽媽一碗炒飯 我跟媽媽剛才就去超市 買了非常多的食材 妳講這菜都不一樣嘛 不大習慣 對 而且因為我媽媽她說 她想買冬瓜 我本來以為日本很難買冬瓜 結果沒想到超市竟然有 剩最後兩塊 妳們冬瓜跟我們的冬瓜 長得不一樣耶 真的 我不知道耶 差很大 看起來像胡瓜 我是沒看過台灣的冬瓜啦 所以我不知道有什麼差別 我本來想煮那個魚豆腐啊 妳說不用啊 我想吃魚豆腐啊 我怕我們吃不完 因為我跟文當的食量比較小 就只有我們三個人吃 想說那盤魚豆腐就後天再煮好了 前置這邊都弄完了 有蛋液 洋蔥 還有腌蝦仁跟腌肉 還有煮湯的料 跟這裡有冬瓜湯 好期待 我跟你講我都看Youtuber啦 哈哈哈哈 比如說我要煮什麼菜我就找 就搜尋啊 洋蔥炒肉我就洋蔥炒肉啊 我現在的炸醬麵很好吃喔 這炸炸變透明了才會甜味出來 我常常煮的味道 呵呵呵 很開心 這一位呢 現在在這裡休息 欸這下人炒蛋看起來好好吃喔 對啊 我最近有時候煮這個菜 奶奶說好好吃 奶奶喜歡吃嗎 我媽媽喜歡吃的 我媽媽喜歡吃的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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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母煮好飯了耶 好香喔 而且我跟大家說 因為我跟我媽媽說 我跟他喜歡吃竹輪 我媽媽在湯裡面也放個竹輪 我媽媽在湯裡面也放個竹輪 太好吃了 謝謝 謝謝 開箱 好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耶 嗯 好吃 我媽媽一直在炒麻糸 都不要跟我們講話 我媽媽真的很好吃耶 妳好厲害喔 這個是不好吃喔 湯可以嗎 欸湯好喝耶 你剛剛說太淡了 沒有 我現在覺得還不錯 我們文當 我們文當媽媽媽煮的飯都吃完了 體重 你好棒喔 你好厲害喔 我們去洗澡茶好不好 小白雞 早就洗了臉 自己看完臉 對不對 好開心喔 你有沒有隨不得要跟他分開 好可愛喔 媽咪掰掰 媽咪掰掰 下次見 哎呀呀好開心喔 要好好長大 你下次來的時候他應該都會走了 I would wait a million lonely hours Try to win your heart Try to get to where you are And I would live a million lonely lifetimes If I knew I could get back to you Yeah I just wanna get back to you 嗯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